安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2022年3月24日 帕雷拉欲擒阿古纳斯 周四清早 哥伦比亚甲祖联赛继续上演 阿古纳斯与帕雷拉将一决高下 帕雷拉上轮联赛成功赢球止颓 球员士气备受鼓舞 此行挑战连败之师阿古纳斯 帕雷拉有望成勇在下一城 新赛季哥甲开打至今 阿古纳斯从未试过一次连胜 近期还遭遇三连败打击 其实力之弱可想而知 在这一波三连败之中 阿古纳斯单场最多攻入一球 同时每场却至少是二球 球队攻守严重失衡 阿古纳斯如今只有11分在手 胜率不足三成 球队排名积分榜中下游位置 此外 在去年二次与帕雷拉的直接对话中 阿古纳斯非复即合 当中更是一球未入 阿古纳斯今仗即使坐拥主场之力也不宜高估 凭借前锋埃尔卡斯特路的一剑封喉 帕雷拉上轮联赛小胜青年体育会 球队时隔四轮之后重返胜轨 帕雷拉目前比阿古纳斯高出三分 而且前者经济联赛还取得过联胜佳绩 证明他们保持好状态的能力略胜一筹 过去三轮割甲 帕雷拉总共才失一球 就算球队进攻陷入瓶颈 但他们依然能够依靠稳固的防守来拿分 何况本轮对手阿古纳斯正处于低谷 帕雷拉此行有望在天圣祭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